你一定要加入粉丝团 加入粉丝团 才能收到你的开播 我在这里讲一句话啊 你们可不要以为 今天 你让你的粉丝关注你了 你开播你的粉丝就能收到信息 是不会的 若我有150万的粉丝 关注了我 但是我在开播的时候 系统只会先推5% 5% 入我的人 才能够收到我的开播信息 这5%如果听得很好 效果非常好 咱们这两个指标做得非常好 刘存率做得很好 这个活跃度做得也很高 然后系统再给推5% 听懂吗 那怎么办 也就是说咱185 很多人可能听完以后会觉得 老师那太不公平了 我好不容易有这点粉丝 系统还不过全部通知 就跟你这么说吧 跟你这么说吧 听听到啊 任何一个明星在抖音里 有5000万的粉丝 如果100%关注的人 都收到了开播信息 他一开播5000 5000万人都收到了 咱哥们什么事吗 开播还有人吗 进他直播间了吗 能不能听懂 所以抖音这个 这个这个 看似无情实际上挺公平的 挺好 5%推 你讲的好就给你多推 就等于什么要 然后这是第一点 然后这个加入粉丝团 那有人又问了 老师加入粉丝团有什么好处 加入粉丝团以后呢 就不是5%推了 如果粉丝团 咱们不敢说百分之百推吧 可能最少百分之二三十 甚至三四十 甚至更高的比例 也就是你今年有150万的粉丝 但是你开播 只有150万的5% 会收到你的开播信息 但是如果你的粉丝团有3000人 这3000人可能会有1000人 甚至有1500人 会收到你的开播信息 所以一定要加入粉丝团 黄车要卖东西 有一个指标 听懂了没有 你们在抖音直播间卖的货越高 系统越给你流量 这么说吧 你在直播的时候 有人给你刷礼物 抖音要拿一半的 赚钱的 肯定给你流量啊 对 你在直播间带货 不对 你是要提成的 肯定给你流量啊 还是举个案例 来 我们两个都在开播 也在播 我也在播 同时在播 我的直播间已经收音浪 拿上收到500多万音浪了 这哥们收了500 各位 我收了500万音浪 500万音浪就是这个50万人民币吧 50万人民币分给抖音 抖音已经通过我赚到25万了 这哥们一个小时 收了500块 赚了250块 抖币 抖币25块钱 听懂了没有 仔细听啊 有人说那也不挺好吗 还给抖音赚了25 流量费都不够 你们在抖音直播间 用人家抖音的流量 你们一个小时直播 你们知道得花别人多少流量费吗 听懂吗 所以 觉得系统会给我流量 还给他流量 崩你的号已经 嘿你不错了 我烧流量 你干啥 二 我也在卖货 他也在卖货 听懂意思没有 卖货也是有比例的 也要给抖音分成的 比如说我们带100万的货 可能给抖音抽个百分之二十三十 对吧 有些行业可能更高 仔细听啊 都在带货 直播间 小时成交了一个亿 瞬间通过赚了100万 亿金 也在拼命带货 到了 快 告诉我抖音会给谁流量 会给我流量 对不对 所以你们知道 为什么周老师要在直播间卖书了吗 一 因为我挂了小黄车以后 我哪怕在成交 在做这个动作 他不会分我 给抖音创造价值 听懂吗 这是第一 我直播更安全 尺度可以更大 二 卖了书以后 是不是有了你的名单 可能成为我的学生 可能成为我的会员 我相当于获得了一个客户啊 三 会官方给我流量 三 我用官方给我流量 我直播 我卖货火 我给抖音赚钱 抖音就给我流量啊 这么简单 跟单数有关啊 听懂了 没有 继续啊 第一 在线人数 那句话 你在线人数三个人 我在线人数三千人 你告诉我看谁直播间 看到三个人 那是直接滑走了吗 第二 内容 你的内容一定要好 你要给别人价值 你是个娱乐主播 你就让别人笑 你是个跳舞主播 你就跳 你是个歌唱主歌 你就唱 你是讲课的 你就给别人讲好 三 连麦 你可以 连麦PK 什么是连麦PK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 当你跟一个主播在连麦的时候 你的流量就上去了 系统也会自动你推流的 当然了 如果你能够连大麦 那更好 如果说人家直播间 有将近三万人 你给别人连麦 你直播间人气瞬间上去了 那别人可以给你点关注吗 十四 配乐 讲的时候 一定要配点乐呀 要动感一点 要激情一点 你死气沉沉能行吗 你死一生成不行啊 就是活跃度的十四个指标 十四个指标 你只要百分之百 按照这十四个指标 全做完了 我告诉你 你的直播间活跃度很高 系统就会不断的给你流量 不断的给你流量 不断的给你流量 你直播的时间越长 越给你流量 你知道没有 可以去看看周老师抖音的直播 对 周老师就说了 有钱的朋友钱长 没钱的朋友人长 有钱的给周老师刷刷礼物 没钱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发发瓶窗 或者购买购买周老师的书籍 然后啊 我们互动一下 给我点个关注吧 感谢你 加入我的粉丝团吧 给周老师的榜一榜二榜三点点关注 你看 几句话就把所有指标全囊括了 来继续 这个指标 重要啊 我们说了 一个直播间有没有指标 是两个指标 组成的 一个是活跃度 一个就是留存率 直接来讲留存率 留存率更重要 什么是留存率 留存率就是系统给你推了100个人 到最后你一个人没留住 我系统给我推了100个人 我留了99个 那系统就会给我推更多流嘛 对不对 那怎么样才能让系统给你推流呢 你听啊 留存率的第一个指标 写上画质 清晰度 有个例子吧 今天你在刷直播 对不对 咔嚓刷到一个 咔嚓刷到一个 刷到一个 哇亮仔 哇亮女 哇很漂亮 结果又刷一个 我靠 什么黑黑的 呼呼的 我怎么啥都看不到 也不清晰 人家会看吗 对 古音是记录美好生活吗 爱美吗 也不会给你流量啊 对不对 不断的做自我介绍 很多人在抖音里是不认识你的 所以你要不断的做自我介绍 十分钟要做一次自我介绍 因为你要明白 来到你抖音 仔细听啊 今天周老师抖音直播间 有五万人在线看 你不要以为就是五万人 这五万人是不动的 不是这个逻辑 听懂意思没有 跟咱今天讲课逻辑不一样 你们不要觉得 这个咱今天有五万人在 或者五千人在线 就是五千人在那听 不是这样的 那个门是敞开的 如果我今天有五千人在线 我下播以后 系统会提示我 今天来到我的直播间 人数最少超过三十万 最少超过三十万 也就是有三十万的人 来来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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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很多人不认识你 听得知吗 所以必须要留人 这样的告诉他们 啊大家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啊等等等等 我是干嘛呢 然后留人给好处吗 对吧 然后不断的发红包 不断的发福袋 不断的给好处 不断的送大礼 听什么要 而且 化个妆吗 做个造型吗 穿的稍微帅一点吗 对不对 涂个口红吗 对不对 有人天天天说 周老师涂的口红太丑了 我告诉你 这就是潮点 就是潮点 你就不懂了 这就让你评论 让你吐槽 就火 听懂意思吗 故意的知道不 故意的 所以你就把 留存率做好一点的 要留住这些人啊 我今天跟你们讲的 所有东西全是原创 全是周老师自己 做出来的 听懂意思吗 真的是一路摔打 一路摔打 一路摔打 做出来的 好吧 谢谢大家